趙少康的想法就很簡單 他就是把江啟臣給看扁 剛剛趙少康說的很趣 因為我要選嘛 所以我講得比你好 他講話的態度就是說 我就是要把你幹掉 就這麼簡單 你現在要把現任的黨主席 把他幹掉講這種話 其實講一講 實在是不太好聽 今天給他總評委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 在江啟臣來講 他對這一局 他感受到的壓力已經太大了 你注意看江啟臣後面的 還有誰想要 他還有朱立倫想要 連國民黨最大的諸葛 就新北市長侯友宜 這些人現在一定覺得說 束手無策 他也變這樣 江啟臣大家看他 這幾天運籌為我 但是呢 這個最大贏家是什麼呢 最大贏家就韓國瑜賺最大 他到趙少公連鎖了 趙少公很明顯看起來就是說 我人生賣了現在七十三年 我要選哪有機會選總統七十 是我跟你拚一刀 那個趙少公隔掉都很簡單 趙少公就你來這裡覺得這個不錯 我就給你老 如果我改革出來 創一個新董 創一個新董 這也不好 不好又不再創電台 現在看看 連生人生最後一把 他倒不是為了改革你中國國民黨 他其實傳達了很 那朱立倫會坐以待斃嗎 不可能 所以一定亂 到最後他們的深藍跟非深藍 這個部分也就是說 本土派跟非本土派 國民黨裡面的這些 終須一戰 興風學矣 他們其實本來很看好的是 侯友宜 你覺得他的心態如何 侯友宜的心態 侯友宜的心態很簡單 侯友宜的心態就是說 我好不容易 將我整個 一百次 現在經營跟移民調 全台灣相關 你們這裡這樣喇喇的後 你們說你們就有勝量 你就當東諸席 就被選總統 一個搶了之後 說你就選總統 不需要問我侯友宜 侯友宜他的想法 就是說我是很厲害 我現在的勝量是來做 選一個總統 連民進黨也不會問我 你如果問我 說侯友宜有那個混量 有夠的叫小來選總統 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威脅 真正民進黨的最大的威脅 當然就是侯友宜 現在不是 趙少康 現在一個出來之後 侯友宜一定會說 你現在在說什麼 你現在一個 一段時間都不能出來 你主持一個電子 每天那樣漫漫漫的之後 算量很完了 那侯友宜變什麼都不是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朕知道了